好,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来讲HTML对于网页内容的变变变 这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呢,这个就是要告诉各位 HTML,这样子的一个东东,HTML它跟网页里面呈现文章 它跟文章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给各位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所谓HTML,这样一种语法,或者说一个这样子的一种语法的概念 它对于整个网页的变化,文字的变化,声音,影像的变化 是怎么样产生变化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会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好,那没关系,我们先试看看,然后我们一样打开笔记本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测试文字,我们已经先写进去了 然后一样,我们先开始怎么样,把这个按照刚才我们教过的嘛 档案另存清档,之前呢,我们上一个001有教过的 这边呢,写什么,TEST,TEST002.html,各位要注意哦 要存成.html才可以哦,我们把它存在桌面,把它存在桌面 OK,就有了,我们存在桌面就有了,各位可以看到呢,002这个档案呢,基本上已经 已经来了,对,002这个档案已经来了,好 然后呢,我们把它按两下,OK,我们可以跑出来了,有没有 TEST,文字就出来了,就是说,刚才我们在笔记本,在记事本 我们在记事本写的东西呢,把它存成.html之后呢 基本上,它已经可以在浏览器,浏览器嘛,浏览器就是我们一般看网页的这个软体嘛,跑出来了,好 然后,所谓html是什么意思呢,各位,我们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哦,我们这个地方呢,比方说打一个U,打一个U,就是什么 要对文字进行控制啦,再打一个slashU,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 这个U跟U呢,U跟U呢,这个形成一个什么,一个控制,对于这个四个字 把它包围起来,对它进行控制,这个叫开始码,这个叫结束码,slash就是告诉它结束 U这样子的一种功能,它是加底线的功能,U这样子加底线的功能呢 对测试文字这四个字加底线,开始码跟结束码,它基本上概念就是这样子 开始码跟结束码,对这四个字,对它什么,把它包起来,对它进行控制 这时候呢,我们再把它什么,储存档案,因为刚才已经存过了嘛 我们只是把它储存档案,把这个功能把它存进去而已,OK好 然后储存档案之后呢,我们把它什么,再什么,重新载入页面,重新载入 诶,有没有,嘿嘿,这个底线就跑出来了,各位有没有,刚才我们把它重新储存 这个底线就跑出来,可以看到,这样了解概念了没有,就只是对文字而已 基本上只是对文字而已,我们透过一个什么,这个就是HTML 一般而言,这个就是所谓HTML,一种语法 对于我们要控制跟表现的一个什么,媒体的素材,对它进行控制 这个概念很重要,这是基本上是网路最重要的概念 好,然后呢,它只能这样子嘛,未必啊,都真的,都真的 比方说呢,有文字,已经有了,对,OK 然后,图像,有没有,这基本上是图像语法 各位你先不要紧张,我会教你,我会教你,基本上这是图像语法 这个图像语法,你先不要管,我们把图像语法怎么样 这个地方呢,把它复制,对不对,把这个图像语法复制 把整个语法什么,把它贴进来,贴上,就是这样子,你也不用管 电脑呢,是认什么,电脑是认语法,这个是图像语法 叫IMG,IMG,很容易背的,一堆控制 这个地方有一个括号,代表什么,开始跟结束,对,一样 我们把它什么,储存,一样把它储存,对不对,把它储存 然后把这个叫出来,再怎么样,重新什么,载入这一页 图像跑出来了,基本上就是图像跑出来了 图像跑出来了,好,然后呢,video怎么办 这个是我事先写好的,让你知道这个概念 这个就是什么,video语法,video语法 把它复制起来,一样,再把它贴上,对不对 再把它贴上,再把它贴上,基本上,把它贴上 就是说HTV的概念,把语法,一些语法把它贴上去,那就对了 把它储存,储存,一样再把它储存档案,一样 我们再把什么,一样再把它reload一半,对不对 重新载入职业,再把它reload一半,跑出来了 有没有,video都跑出来了,基本上video都跑出来了,按一下 真的是会跑哦,它不是不会跑,它真的会跑啊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一个video,我基本上做的video 那这样子你就了解了,换句话说,对于文字进行控制 贴上图片,跟贴上一个什么video,这基本上是一个数位 文本数位内容,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素材的表现 我们还没有band很漂亮,但基本上你已经有能力把这些东西什么 啵一声跳上来了,啵一声把它跳上来了 所有的更复杂的变化,都是在这个最基本的原则运作之下产生出来 所以你也看啊,这是文字的,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图像的,这个是一个什么video的语法 那我当然知道,同学会害怕,看到语法下个半死好像死人一样 我跟你讲,时代进步了,时代非常非常的进步 已经帮我们,因为数位写作是一个非学不可的东西 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东西了,所以很多人为这个问题 不断提出更方便的解决答案 像刚才那个东西,我是从youtuber什么 把youtuber,各位youtuber总知道吧,youtuber就是一个什么video 这是youtuber啊,我那个的youtuber,对不对 你看youtuber本身就提供什么语法给你啊 你只要到你的那一个video,你看这是你的video 这是刚才我的video嘛 你只要到那个video,你就会看到分享 分享,按一下呢,你就可以看到迁入 再按一下迁入呢,这个就跑出来了 这个就跑出来了,有没有 这个就跑出来了啊,那你还可以控制什么 影片大小,你还可以制定,像我就制定什么 420x236啊,你也可以自己看你要大小都处理啊,对 你这边填一填一写一写 那这个看你这个基本上你都可以不用勾啦 这个基本上你也都可以不用勾 对,这个你要把它打关掉也没关系 就是目前影片嘛,你只要把这个什么抠下,有没有 复制 就好了,把它贴上去就行了 把它贴到这里来,有没有 贴到这里来,这样就好了,对不对 你看啊,就是这样子啊,你不信我再测试一遍给你看 一样再跟它储存档案,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再跟它什么,这个 TEST002再捋漏一遍 有没有,跑两个出来的啊,就是这样子 有没有,很简单啊,基本上你也不太需要学 那你说那是Image,Image怎么办 Image也一样,Image也一样 各位,慢慢的呢,我们就会有很多所谓的 软体,网页写作的软体 我们会学到这个软体,那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像这个东西只是什么 让你理解它运作的功能 我把video给你看 我把那个照片功能给你看 这是一个什么 我们最常用的软体 就是所谓的composer 基本上我会教,这个是所谓网页编辑软体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网页编辑软体 就会是这样子 比方说我们这个地方,图片 对不对,我们图片,你只要什么 把图片的位置跟它插进去 把图片的位置跟它插进去 这样子就行了,就会是这么简单 然后它就会跑在这个地方 你看它的语法 你看它的语法 你看原始码,有没有 你这样就理解了 原来我们一般所谓的 写网页的软体 它只是帮我们怎么样 帮我们更方便的把 帮我们更方便的把什么程式码 写进去而已,你大概理解它 那当然你就可以用这个 比方说好,我们再来测试一遍 比方说这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基本上这是我的教学部落格的一个什么 影像,放影像的地方 各位,如果你是 是从这本书看到这一段影音的话 那你慢慢就会看到我的教学部落格 有人都,你看这个地方 复制影像网址 你把这张照片的网址 先把它复制下来,就是个重要的概念 一定是要放在网站上的网址 把网址,然后呢,比方说 好,OK,我们这边什么 插入图片,对不对 一样啊,你把网址贴上去 然后不用使用 替代文字,大小呢 大小你也可以调啊,大小 把他调一个360好了,有没有 确定 有没有 就跑出来了,有没有 就跑出来了啊,以后我们写作更多 是用所谓的这种网页编辑软体 但基本概念你要懂 基本概念你要懂 所以这个东西呢,是学基本概念 不是教你硬背语法 不是教你硬背语法,但你知道这个 所谓HTML的语法 HTML的语法跟 网页的一个什么 呈现之间的关系 你了解他之后呢 你知道怎么去控制跟变化网页 那所有的观念跟基础 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逐渐的 往上爬,那我们先做一个 最基本的理解,好,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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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